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第四十三个问题 如何才能开悟见性 开悟见性不能告诉你 告诉你的通通是语言 文字开悟的相似境 不讲 讲是不对 不讲就更糟糕 就完全没有机会 所以就是要讲 如何才能开悟见性 具足善根 具足福德 具足因缘 重点要加上 圣善知识的点破 才能开悟见性 今生了切生死 诸位生死如患 大悟见性的人 没有生死可得 也没有涅槃可求 没有众生可渡 也没有佛可成 不要弄错了 不要弄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